1953年7月27日 一架苏联客机从大连土城子机场起飞 里面乘坐的是一批苏联军官 因为今天是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日子 完成使命的他们受令回国 然而就在所有人闭目养神的时候 四架美军战斗机却突然出现 并将炮弹对准客机 最终致使飞机坠毁 机上21名乘客全部遇难 当此消息传到苏联的克里姆林宫时 所有人都震怒不已 谁都不会想到在停战协议已经签订的情况下 美国还会挑起争端 尤其是上任不久的赫鲁晓夫 更是认为这是美国对自己的挑衅 并扬言必须要美国给个交代 事实上 除了这次击落苏联客机不在计划之内外 美军在停战协议签署后 依然有预谋地发起了军事行动 按理说这协议都签了 美国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究竟是想再起战端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苏联客机事件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的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发生内战 按理说这本来是国家内部的事情 但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美国担心自己在东亚的反社会主义防线会出现问题 于是便与联合国军一起加入 硬生生地将其发展成了局部战争 除此之外 野心勃勃的美军还经常派出战斗机在中朝边界上空挑衅 为了保护新生政权 以毛主席为中心的中央领导层最终决定应朝鲜之邀 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 虽然一开始装备精良的美军并未将志愿军放在眼里 甚至还大放厥词说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让士兵回家过节 但事实证明 武器在战争中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作战策略 战事意志以及人心才是重中之重 志愿军入朝不到八个月 美军就已经被迫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虽然一直到1953年7月双方才开始对停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其实从第二阶段开始就已经是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了 如果说当初没有美军和联合国军的加入 原本这场内战或许早就会结束 对此 作为南韩总统的李承晚心里其实也非常清楚 但是做着统一大梦的他得知美国打算协议停战时 当即便提出了反对意见 甚至还跳出来阻止谈判 于是身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便将此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没有多说 直接回电说道 既然他没打过瘾 那就给我打负他 按照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来看 我军是士气高昂 南韩军则是破败之兵 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所以在7月13日的京城战役中 对方被打得节节败退 虽然不知道李承晚服没服 但他肯定是不能再阻止停战谈判了 最终 在1953年7月27日这天的上午10点10分 中朝美三方代表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当然 美方停战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除了确实无法在战场上战胜志愿军外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战略中心是欧洲 将太多的战力放在朝鲜并不是明智之举 更何况国内的反战情绪还非常强烈 对于向来骄傲的美国来说 这次失败让他们感到颜面扫地 所以当看到停战协议上写着 签署协议12小时后双方需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时 他们又动起了歪脑筋 既然无法在战场上赢回面子 那就在最后时刻送中朝两军一个神秘大礼 于是在当晚21点 美军毫无预兆地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志愿军并没有放松戒备 不仅有条不紊地部署了防守工作 甚至还礼尚往来地进行了反击 最后的面子也没争回来 美军气得直跺脚 奈何时间已经到了 再想进攻也是不可能了 当然 除了地面上的进攻外 白天的时候他们还派出了战斗机在我国上空进行挑衅 而苏联这架客机便是在这个时候被他们击落的 不过说也奇怪 美军的战斗机来到中国境内自然是冲着我国药武扬威来的 更何况苏联的客机是有明显标识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想要说清楚里面的缘由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叫拉尔夫帕尔的人 除了上位军衔外 他还在冲刺双料飞行员 在美国 击落五架敌机就会被称为王牌飞行员 如若击落十架 那便是双料王牌了 而当时的帕尔刚好只差一架就能达成 所以在他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非常激动 这可以说是他的最后机会了 如果错过那就可能永远都无法成为双料飞行员 于是帕尔在起飞前与战友们多次请求道 如果碰上敌机 请一定把机会让给我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被中国空军警告逃离后 依然在附近盘旋没有离去的原因 不过帕尔带着其他三架战斗机一直转到中午十二点 都没有看到有可以击落的飞机 这让他不免有一些失望 快看那里有一架飞机 就在帕尔感叹自己命不好的时候 在同行人员的提醒下 他看到远处确实有一架飞机 兴奋的他赶忙调整方向向他飞去 结果在看清之后 才发现这竟然是苏联的一架客机 这是什么狗屎运 显然帕尔对这个遭遇非常不满 他想要的是一架落单的中国战机 而不是苏联的客机 不过仅仅在犹豫了一会后 帕尔还是将这架客机给击毁了 他太想要双料飞行员这个名号了 至于事后如何交代 他早就在心里想好了 其实在苏联客机被发现之前 大连苏军军事基地的人员 就已经发现了这四架美国战斗机 如果是处于战争时期 那他们肯定会发出提醒 但想到停战协议都已经签署了 美军肯定不会再生事端 也就没有进行通报 而帕尔回国后 也因为此事件受到了调查组的传讯 不过他却一直坚持 自己只是击落了一架朝鲜战机 并不是所谓的苏联客机 当然 他的小心思 调查组的人都心知肚明 再加上跟同航飞行员的话对不上 于是上级便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审讯 在高压之下 帕尔只好将事情说了出来 调查组对他的鲁莽行为非常生气 但是为了不惹祸上身 他们还是决定将此事压下去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 苏联方自然不会选择视而不见 尤其是对于新官上任的赫鲁晓夫来说 这更是树立威严赢得支持的绝好时机 所以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苏联驻美大使就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 向美国提出了186万美元的赔偿要求 按说这个赔偿金额也算在合理范围内 毕竟人家飞机上都是高级军官 光是培养这些人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人力物力了 如果美国乖乖认错赔偿 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可令人气愤的是 美国竟然一点责任都不想认 甚至还对外表示 趴尔打下的是苏联的战斗机 并非客机 而且美国对当事人进行严厉的处罚 也不过是将他们换了个岗位而已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苏联一看 美国这是在糊弄鬼呢 于是也不再跟他们沟通 直接将其起诉到海牙国家法庭 只是苏联如何也不会想到 在铁证面前 美国竟然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这只不过是一场意外 眼看着通过正规手段无法得到道歉和赔偿 苏联便直接在法庭上警告道 我们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报复回来 只是苏联也没有想到 这个合适的时机竟然这么快就到来了 7月29日 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 苏军发现一架美军侦察机 在海深晚附近执行侦察任务 于是便派出两架战斗机进行警告 结果嚣张惯了的美机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对苏机主动发起进攻 看到对方得意的模样 驾驶员联想到美国的无赖行为 想都没想就对美军侦察机发起反击 最终使得两位驾驶员当场死亡 五名跳海士兵成为俘虏 是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联这是在报复 所以美国当局知道后立马对此事提出了抗议 不过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路子 在面对美国的质问时 苏联也拿出了他们不要脸的路数说道 我们击落的是美军的轰炸机 不是什么侦察机 对于这个回答美方自然是气急败坏的 但是自己有错在先 所以即便后来折腾了一段时间 此事也还是无疾而终 苏联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成天喊着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国无赖 对自己和他人完全是两套不一样的准则 不过从另一个层面也映照出 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 试想一下如果此事不是发生在苏联身上 而是一个小国 别说报复了 或许连所要赔偿的勇气都没有吧